嗨各位好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台全新车型 Smart精灵5号的概念车 说实话 当我看到这台概念车的实车的时候 我的内心感受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相比于之前的精灵1号和精灵3号 这台精灵5号概念车的画风突变 它一下子就从之前那种城市精灵的印象 变成了具有户外运动风格的 带有那种硬派越野SUV风格的精神小伙的印象 因为这台车它的外观造型还是显得非常的壮硕 其实它的整体造型上有一种方中带圆的感觉 因为你远远看上去的话 它就是那种传统的硬派越野SUV的方盒子的印象 但是当你走进之后就会发现 它的车身线条还有很多的棱角部分 都被打磨得非常光滑跟圆润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保持了Smart以往的固有的设计风格 另外在很多的细节部分也给我留下了比较精致的印象 比如说时空胶囊的头尾灯组的设计 还有在车身侧面还有一些小的显示屏幕 在将来会有具体的功能体现 另外这台车的整体尺寸上也是截至目前为止 Smart家族当中尺寸最大的车型了 它的车长达到了4米7 车身的宽度是2米1 车身的高度也达到了1米8多 官方的定义这是一台中型纯电动SUV 当然它的整体视觉感受上带给我比较直观的 还是一个紧凑型SUV的状态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 这台车的定位是要拓展Smart车型 它的用车场景去满足年轻人向户外探索的实际需求 所以在它的车身上也会有很多户外的运动装备 比如说非常醒目的车顶部分的户外射灯 当然在这个部分并不是树枝分离器 而是长得很像树枝分离器的光带 它的点亮效果和车身上很多的光源 整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灯光秀 待会我们用空镜给大家展示一下 另外在车顶的部分 还有一个X型的车顶平台 除了可以额外的放置物品之外 也可以在车顶搭帐篷 当然更加直观的是全地形的轮胎 这很明显的凸显了这台车 它的户外运动风格 而且在车身的侧面还会有隐藏的侧踏板 并且在车头和车尾的部分 在保险杠的下方还会有隐藏的脚盘 我相信这些功能配置 不仅仅是在设计风格上 提升了这台车的户外运动风格 同时也能够在户外的用车场景当中 起到真正的实际作用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台精灵5号概念车的内部 这台概念车是采用了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但是我相信之后的量产版本车型会采用常规的开门方式 也会有正儿八经的必住设计 那我们来看看这台概念车它的内饰设计 其实相比于之前的精灵1号和精灵3号 它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除了常规的全眼睛仪表之外 这次的中控大屏是增加到了两块 还包含了一块副驾驶娱乐屏 这两块屏幕都是13英寸的OLED屏 有理由相信之后车内的娱乐系统方面 会有更好的体验 另外它的方向盘和电子怀挡都还是我们熟悉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前排中央通道的上下这个区域 未来的量产版本车型可以尽情的去挖掘更多的储物空间 然后从目测的角度 我觉得这台概念车它的后排乘坐空间表现 还算是比较宽敞的一个状态 对于一台紧凑型的五门四座的车型来说 它的空间表现还是能够满足年轻人的用车需求 只不过现在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车内 去为大家丈量这台车的后排乘坐空间 但是我从目测的角度观察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在它的后排中央扶手中间这个区域 其实还安装了一个便携式的音箱 这个音箱可以和这台车的另一项功能搭配来使用 就是位于车头部分隐藏的投影仪 那如果把这台车开到户外去 你可以找两棵大树 中间挂一块木布 就可以在户外露营的状态下看电影了 而且在未来这台车的量产版本车型上 它的副驾驶还会提供带有侧面安全气囊的零重力座椅 没想到连Smart精灵都开始卷女王副驾了 那说完了乘坐空间 我们再来看看这台精灵5号概念车 它的装载空间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它的行李箱还是拥有很长的纵身和高度的空间 可以进行利用的 而且在很细节的部分 它采用了一些概念向的设计 包括可以在很牢固的前提下 放置车辆的充气床垫 户外用锤 手套工具和一些用电设备 而且在它的两侧 还有可以移动的照明灯源可以进行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无论是它的空间表现 还是功能设计方面 都给我带来了一种 具有很强的可玩性的印象 当然这个印象目前来讲是非常主观的 那另外为了要支撑这台车 它的湿和远方 也要依托于强大的动力系统 和足够的续航里程 在这个部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Smart精灵5号 它的量产版本车型 会基于800伏的电梯架构打造 它的官方CLTC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700公里 而且也是依托于800伏架构的超快充能力 这台车在补能15分钟的情况下 可以将电池组的容量 补充到70%的状态 那目前已知的信息就是这么多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我们也会去到Smart的展台 希望有更多的信息 可以在车展现场和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